这我老公刚发了一段视频过来 两个小孩子在家不听话呀 我老大老二在家里捣乱 我在这边坐月子也坐了二十几天了 说实话也挺想他们的 老妈今天来看我跟宝宝来了 一大早就过来了 听话不要哭哈 老妈现在要回家了 我今天就回家哈 接你回家了 来接你回家哈 爸爸奶奶接你回家哈 啊要睡觉了啊 大家看看 少不注意 脸上就成了大花猫了 快去把你哥哥叫来 谁画的 是你自己画的还是哥哥画的 哥哥画的 把哥哥叫过来 爸爸打他 快去 两个人把手放后面 你也放后面 你看你们俩玩的 妹妹妹妹脸上的是你画的吗 那你脸上的呢 自己画的 自己画的 错了没 你看那么漂亮的妹妹被你画成了什么样了 你还打妹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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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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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放后面 往后推一点 那你不听我的话 往前面干一点 就这样站 站五分钟 惩罚 啊 谁动爸爸就打谁 知道吗 你 你 你笑啊 你笑啊 去哪里 妹妹的 手放后面 就这样的 不准指手 拉出来 不准走啊 水走我就打水 知道吗 你 你说话 你说话 嗯 当五分钟 看着爸爸 大家看看 这脚上面全画了 还有我女儿呢 画成这样 这两个小屁孩啊 熏了他们一顿 现在他们知道错了 以后不准画了哈 嗯 快去外面玩 快去 就就在院子里面玩哈 嗯 好好玩哈